我 这个人 他对我有恩 天高还空 就算再见 他还肯定想不及的 相依似语不觉 千脸望远 浮现你的眉眼 数全约 我儿子没病 她是被你家姑娘 给磕死的 让开 女子迅捷手换 自古人人都是如此 姐姐遇上 是她命不好 这女人一辈子 不就是为了丈夫 兄弟 子女而活吗 这双门的字我都认得了 却还是逃不出去 你与邱家 那个叫邱音的姑娘 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你怎么把人家的礼物 换成一块石头 陈慈景 是有缘意的 娘娘赐点 是难得的恩典 吩咐下去 开三天宴席 我保你 你就该安分手起 送你一句话 只有先强大自己 才能改变棍子 一个女子 若不想 为了丈夫 父兄 而女而活 只想为了自己活一遭 是还带你不到的罪过吗 贺峰不是死于恶解 更不是被我磕死 而是死于毒杀 只要你把证据摆在我面前 我就把你公道 我与你的处境是一样的 可不一样的是 你认命了 而我没有 要我帮我也不是故事 求我 我就帮你 你们杀了赵儿 以为这是为贺峰好 却没想到因此 把贺峰逼上了绝路 儿子没了 必要拉我去抵命 你胡说 傅儿为什么要喝皮霜 因为他早就知道 是你们杀死的赵儿 可你们是他的父母 他没有办法拿你们怎么样 所以只能 在你们为他操办的婚礼上 服毒自杀 用这个方法 当作是对你们的报复 大人在看什么 我说你一向防备完罪 我当重生的 你刚才每天见你个笑 保证起来 在春风 诗笔柔情 两眼相约 又不觉 放尊天地 共写生死守 不变